没想到韩国这部为数不多的抗日谍战电影 不仅是不老男神孔刘的首部谍战作品 导演竟更是集结了影帝宋康浩和李炳献 以及还有青龙影后韩志敏同框出演 如此实力超群且豪华的大咖阵容 让这部抗日电影一上映就获得众多好评 话不多说 正片开始 故事发生在风起云涌的1920年 当时的朝鲜正处在被日本统治的时代 无数饱受苦难的底层人民 为了能够推翻日本对他们的统治 一些自到奋勇的爱国人是很快站了出来 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叫异猎团的抗日组织 以此将那些掌控他们的日本军官进行暗杀 然而作为日本警务部长的东村 很快也得知了异猎团组织的存在 为了不让他们对自己构成威胁 于是他便命令卖国贼老宋 必须将异猎团的所有成员赶紧抓到 根据手底下一名线人的调查 老宋得知异猎团似乎在策划着一项行动 因为他们最近在通过变卖古董 秘密筹集着大量的资金 而策划着一切的 正是一名叫名语的异猎团骨干 在掌握到关键信息后 老宋去买通了一名收藏古董的商人 果不其然 异猎团中的核心成员很快找到了对方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老宋便立即带着大批人马堵在了门口 当屋内传出枪声的耐克 所有日本士兵也迅速对屋内疯狂射击 尽管男人已经逃到了外面 但还是被他们团团包围了起 上有一丝 自良心的老宋并不想杀掉对方 他试图让男人放下手枪跟他回去自首 然而面对这种吃里扒外的家伙 自尊心极强的男人宁愿死也不会听劝 在得知好不容易找到的成员死亡之后 为了能让之后的抓捕工作顺利进行 因此东村决定让他的心腹太久协助老宋 但老宋心里非常明白 其实东村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防止自己可能会叛变 其次则是他看中太久急功近利的性格 为了不让太久抢占抓捕的先机 隔天一早 老宋便以鉴定古董真假的理由 率先找到了经营古董生意的名语 可两人交谈了一番后 老宋竟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然而并不知老宋本要抓他的名语 竟认为对方也有可能是贪慕钱财的贪官 于是他便开始试探性地询问对方 就这样 老宋表面上装作不是抓捕明语的警察 背地里却打算利用与对方的合作 从而将他们一列团的组织连根拔起 但双方都不知道的是 当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两人分别后 下一秒各自静又瞬间恢复了精神 原来明语其实并未完全相信老宋 他将自己可能被盯上的事 通过密件的方式传递给了团长 老宋则是打给了警部室率先报备了情况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负责记录信息的接线员早已被太久收买 并且就在隔天一早 当老宋手下的线人 获取到一列团成员的行动路线时 监视他们的太久 也就率先得知了一列团成员的行动路线 老宋得知此事后 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 为了不让太久破坏掉自己的计划 他立即派人偷偷给明语留下信息 当明语收到老宋的提醒后 便迅速吩咐潜伏在此地的其他成员 务必要在太久抓捕他们之前离开 虽然在老宋的提醒下 一些成员算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撤离 但其中一名伪装成车夫的队员 却还是没来得及收到信息逃跑 双方随后便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逃跑的男人最终还是被警察给射杀 而当老宋得知太久的抓捕失败后 于是就开始冷嘲热讽起对方 暗示太久浪费掉一网打尽的绝佳机会 而由于再一次对一猎团抓捕的失败 让日本警务部长东村气得暴跳如雷 当他得知一猎团的人似乎逃到了上海后 于是他就命令两人也要赶紧前往上海 因为根据可靠的信息 他调查到一猎团的团长采山也在那里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猎团的成员 很有可能会对京城的总督府发起袭击 与此同时 顺利逃到上海的明宇也会见了团长采山 他和一旁的成员志明表示 不久后老宋也会来到这里抓捕他们 但当团长得知 明宇曾与老宋洽谈过合作的事以后 于是他便大胆向两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另一边老宋为了能通过明宇对一猎团进行瓦解 出发上海前他就派人给明宇留下了信息 在昨晚团长的命令下 明宇隔天一早便提前来到车站迎接老宋 而老宋为了避免引起明宇的怀疑 于是下车前他让太久必须跟自己分开 很快明宇就顺利地将老宋给接上了汽车 去往旅馆的路上他不忘提起合作的事情 并且在确定了老宋今晚所休息的地方后 隔天一大早他便让一名男孩叫醒了对方 明宇表示要带他去一家出名的饭馆探店 接着老宋被带到了一座地形复杂的院子 而就在老宋一脸懵圈地吃着早餐时 他想要抓捕的一列团团长向他走了过来 在简单打了声招呼后 团长突然也要去拿美酒为由暂时离开 趁此间隙 老宋立即质问明宇究竟有何目的 他没想到明宇竟然会自报到这种程度 此刻的老宋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原来已经被明宇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还没等他做出自己的决定 团长就让手下抬着一桶美酒走了出来 接着从现在起的几个小时里 三人就这样开始不停地把酒言欢 眼看整桶酒都已经被喝光 老宋却依然还是没有吐出真心话 没办法到了晚上 团长只好亲自出面对他进行劝说 经过他的不断洗脑和话饼 以及加上明宇发自内心的真诚请求 无法招架的老宋内心也终于破防 但他却只答应帮一列团将炸药运到京城 完事后自己不会再与他们有任何的来往 在老宋的帮助下 负责运送炸药的一列团成员 就这样开始纷纷伪装自己并且打包炸药 而为了能让他们获得足够的时间 老宋抓住太久迫切想要邀功的想法 就像太久传递出一条假情报 自己并不打算跟他争抢这块蛋糕 不出意外 急功近利的太久果真上了老宋的党 当他带着手下赶到一列团所谓的据点后 只见这里也早已经是人去楼空 然而正当老宋认为 自己的拖延继成功帮助了一列团时 殊不知太久的手下 竟有着潜伏在一列团中的一名卧底 根据最新收到的消息 太久这才得知 原来一列团的人正准备出发前往京城 虽然并不知团长采山是否也会在车上 但太久却向老宋表示 如今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佳机会 说吧他立刻拉着老宋准备赶往车站 在一列团的成员全部上车后 太久和老宋也乘上了这趟列车 两人随后便制定了分头行动的计划 很快老宋就将明宇堵在了卫生间里 还没等明宇询问老宋为何会出现 老宋就率先向他表示 一列团中存在着他们这边的内鬼 虽然明宇很难相信 但他还是很快想到了应对的策略 接着他让老宋十五分钟后在餐厅见面 老宋十五分钟后在奇董畢 老宋廷 老宋在间别多幸运 老宋那蓬 老宋 当明宇再次回到了车厢后 她立即对团里的成员进行单独谈话 随后向每个人不同交代出 他们下车后突然变更的会合地点 只要对每个人传达出不同的信息 那么内鬼马上就会去跟太久汇报 果不其然 就在老宋还在装傻冲愣之际 潜伏在一猎团的卧底 就通过太久的手下 成功将他们会合的地址告诉了太久 可得知此情报的太久 并没贸然采取行动 这次为了能将一猎团彻底一网打尽 于是他决定在出战口安排大量人手 届时趁他们排队安检时 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将他们就地抓获 眼看现在大事不妙 于是老宋按照明宇的指示 15分钟后便来到了车厢与他碰面 然而就在他刚说出内鬼所透露的地点时 太久竟也突然来到了车厢的餐厅 并且他瞬间就认出 眼前的男人正是一猎团的骨干名语 此刻一旁的老宋根本不知所措 车厢的更好 小姐宾录音乐 车厢的下车厢的一切 车厢的一切 车厢的优势 眼看现在已经退无可退 老宋也只能站起身 随着明宇和老宋率先发起了袭击 拥有主角光环的两人 很快干掉了太久带来的所有手下 而面对还试图拼死反抗的太久 无奈的老宋也只能开枪射杀了他 并且当列车上的巡警赶到时 他立即掏出自己警务队长的证件 接着谎称在执行公务赶走了巡警 我真的没有人 你不长肯定是 什么 我没有人就能处理 我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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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现在事情变成无法挽回的地步 为了掩盖刚刚在列车所发生的事 别无他法的老宋只能选择就此分别 他将自己的证件交给了名誉 随后纵身一跃跳进了山坡下的草丛里 然而尽管这样 他们的危机却依然没有解除 当几人终于抵达了京城之后 却发现安检处境驻守着众多警察 虽说名誉还是顺利通过了安检 但志敏却发现 这群警察竟有着自己的笑想 意识到不妙的他便打算迅速折返回去 可眼间的一名警察却还是发现了他 随着一声枪响 大厅内的群众开始四处逃窜 眼看现场已经完全混乱 几名还没出去的一列团成员 只好在这里与警察展开了激烈的火力 而当明语发现成员们即将被捕后 于是他便打算折返回去展开营救 但好在理智的两名一列团成员 立刻就制止了明语此时的行为 为了能够完成他们更加伟大的使命 别无他法的己人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面前的智敏被日本警察们无情拖走 不久后 从火车逃出来的老宋回到了警察总部 当东村得知了心腹太久不幸死去之后 为了验证老宋并不是出卖他们的人 于是丧心病狂的东村 竟逼迫老宋对智敏实施惨无人道的酷刑 老宋用颤抖的声音希望智敏能赶紧招供 但本就无比渴望推翻日本统治的智敏 自然是不可能会招供 然而尽管这样 东村对老宋的怀疑却并未消除 因为他通过刚刚老宋犹豫不决的表情 也基本已经能够推断出 老宋八九不离时是出卖了自己 但即使如此 东村却还是没有选择杀掉老宋 为了能让老宋重新获得他的信任 于是他便给老宋最后一次机会 那就是赶紧将其他的一猎团成员抓到 否则下一个被处以急刑的就是他自己 面对东村的威胁 别无选择的老宋 只能在之后的时间里 开始对他掌握的一猎团成员一一抓捕 就这样 许多试图反抗的成员纷纷倒在了枪口之下 虽然其中步伐也有被成功活捉的成员 但对方宁愿死也不透露出任何一个字 探着这群为国捐躯的一猎团成员相继死去 久而久之老宋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罪恶感 而就在这天 一名男孩突然来到了老宋的面前 对方表示名语委托他帮忙转告老宋 希望老宋能帮他伪造出一张警员身份证 尚有一丝良心的老宋 隔天便按照约定来到了山中的一间木屋 当他听到明语询问自己为何找到这里时 两人这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昨晚的男孩正式叛变的一猎团成员 很快木屋外面就迎来了一群日本警察 虽然在他们抓捕的过程中 老宋算是有惊无险顺利逃了出去 但拼命在山林中逃窜的明语 却还是在日本士兵的围剿下 就这样被他们给活捉了起来 眼看现在已经抓到核心成员 东村也直言不讳地向明语表示 他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致敏的长相 这全都是因为 当时明语在古董店给对方拍的一张照片 知道真相后的明语瞬间痛苦万分 为了完成一猎团伟大的使命 明语只能选择试图咬断自己的舌头 然而及时发现的警卫却没让他丧命 虽然此时的明语已经讲不出任何一句话 但很快东村就得知 他们已经将逃跑的老宋成功抓获 面对同样表示不知情的老宋 东村也索性不再跟他废话了 随后他将老宋 以及所有一猎团的成员送上了军事法庭 老宋以他并未掌握实质性的证据为由 不仅开始辩解自己根本不认识一猎团 而且还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付出的一切 在他影帝级别的表演下 最终被打动的法官判处了他一个月刑期 而其他证据确凿的一猎团成员 则需要永远地被关在监狱之中 时间很快到了一个月后 出狱后的老宋通过自己的线人 得知了今晚警务总部会举行盛大的派对 届时大部分的日本高官 以及所有亲日派的人士也都会一同出席 老宋立即从家里的地板中 拿出了一个藏好的行李箱 接着他在线人的帮助之下 顺利从后门潜入了日本警察的总部 随后他迅速将行李箱里的大量炸弹 自知已无法完成使命的名语对老宋说 而在法庭上 当被带走的老宋看见名语的表情后 以及当他刚走出监狱 看见拉车上竟然躺着致敏的尸体时 他瞬间就感到悲痛不已 内心的愧疚感一下子就充满了全身 因此当他得知一个大好机会来临后 他便决定 自己要代替那些牺牲的成员完成使命 与此同时 同样得知今晚行动的一猎团团长 则也派出了其中一名手下 顺利潜入了警察总部队叛徒完成了刺杀 而就在东村向众人干完了一杯酒后 放在托盘上的信封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他打开后发现 这是一张义猎团核心成员的死亡通知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东村 很快在底下的人群中发现了老宋的身影 可老宋却只是向他敬了一杯后就转身离开 而接下来则到了最振奋人心的时刻 不久后 老宋找到了当时出卖义猎团的古董商人 他一枪将对方送去了西北 很快一猎团的一名成员与老宋会面 在他们的帮助下 别无选择的老宋最终也加入了他们 这部2016年上映的韩国抗日谍战电影《密探》 是以1923年真实发生的黄域警局爆炸事件为原型 并且在结合当时的一猎团 所发起的多项行动从而进行改编 这是影帝崔明直被低估的一部冷门悬疑佳作 70岁的财阀对30岁的歌星一见钟情 表面即将会产生的一段美好婚姻 不料原来背后却隐藏着惊天阴谋 不看到最后一刻一定不可能知道真相 而韩国影帝崔明直极其炸裂的演技 更是让电影最后的反转得到了升华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作为财阀的老崔在某次演奏会上 对正在唱歌的明星金姐一见钟情 她很快向对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不仅送出了价值连城的手表 还买下游艇和她度过美好时光 在老崔如此猛烈的追求下 金姐不出意外地和她坠入了爱河 然而当两人到了谈婚论嫁时 不料老崔的女儿恩珠却不太赞成 原来她一直都不喜欢作为歌星的金姐 她认为对方就是贪图父亲的财产罢了 而就在老崔为此进退两难之际 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发生 这晚恩珠在酒吧蹦迪的时候 突然从朋友的手机中 发现了原来金姐曾和别人拍过不雅视频 怒不可遏的她当即便要求金姐前来会面 当金姐赶到了酒吧后 此时的恩珠也已经被酒精麻痹 随后两人就视频一事爆发了激烈争吵 她为什么要知道吗 她的时候都曰呢 阿嵌同相关你 那你那样告别是什么 阿贵这之后是在前面 阿贵你客然老公的原因 你摆级有什么事 你不一定这 helped你 你为什么这不是封锻了 你良心来 然而当两人发生争吵后不久 金姐却在自家楼下的停车库里发生了意外 经过对现场的勘查 警方初步判断金姐应该遭到了巨大的撞击 而就在所有民众都在关心这则新闻时 不料医院很快就宣布金姐死亡的信息 为了能查清事故的真相 检察官便立即前去查看停车场的监控 但令检察官想不到是 案发时停车场的监控是发生了火灾 好在经过一番研究分析 他们还是成功模拟出了金姐被害的经过 并且根据对方的通话记录 警方很快就在一处码头 成功找到了似乎还没酒醒的恩珠 当老崔赶到了警局之后 他立刻向恩珠说出了金姐遇害的事实 并希望恩珠能将昨晚的事情全盘拖出 然而此时的恩珠内心却毫无波澜 他表示昨晚喝醉后什么都记不清 言语中极力否认自己就是凶手 可尽管如此 老崔还是很快从恩珠的电脑中 发现了对方原来迷上了一款杀人游戏 结合以上种种情况 老崔很难不去怀疑就是恩珠杀害了金姐 为了能够让女儿敞开心扉 老崔让手下找到了恩珠的律师朋友小慧 他希望对方能成为恩珠的辩护律师 可当恩珠与小慧见面之后 他却依旧失口否认杀害金姐的事实 彼西只记得自己喝醉后在马路上胡乱飙车 眼看恩珠似乎并没有说谎 于是小慧也斩钉截铁地向老崔表示 他相信好朋友恩珠肯定不会是凶手 这番说辞瞬间给老崔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然而令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隔天在第一次庭审现场 检察官阿昌就向众人推断 或许是因为恩珠发现了金姐的不雅视频 气急败坏的他又在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后 才会选择在停车场将对方无情撞死 面对检察官犀利的质问 恩珠只能不断流着眼泪表示 自己已经根本记不清昨晚所发生的事 虽然阿昌的这番推理非常接近真相 但碍于目前还没有更加直接的证据 因此第一次的庭审也只能就这样结束 阿昌,你怎么知道 检察官,你能不能放下来吗? 什么都说了 你把这件事被判断了一星期间 因为他们都不想让他 这世界就是 他们都不想帮助他们 他们都不想帮助他们的帮助他们 警察官一旦去做 你老婆的总统和总统和总统 警察官一旦去做 你不认识你 为了能尽快地证明恩诸无罪 室友在小慧的拜托下 很快就在网上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原来一个名叫狗患的男人 一直以来都是金姐的脑残粉 对方为了偷拍偶像的日常 曾在金姐的公司非法安装了监控 那么这就很有可能 狗患或许自始至终并没放弃偷拍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 对方应该也在金姐的车库里安装了监控 为了能够验证这一猜想 于是隔天一早小慧便找到了狗患的门店 可从白天等到黑夜 狗患却始终没有出现 这孩子 然而就在小慧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辆汽车却突然猛地朝狗患的店里 一名从车上下来的男人 迅速拿走了保险箱里的硬盘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接到报案的警察也已经赶到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 男人只好先将硬盘放在了一辆货车底下 当他被警方带走之后 这时货车的司机也刚好来将汽车开走 随着他的离开 小慧也顺利拿到了狗患的所有硬盘 而经过警方的调查 他们发现对方竟是老崔的一名司机 你可不是 發打iti 你跑到 vertわ 如果你遇了 你按照影片 空中常geweld 我看了 走一下,先生 你担当了卖的它,你把你担当的 我担心太大了 你死了 我把你逮捕的心情 我认为我逮捕了 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的事情 我希望你会逮捕 我可以逮捕你 与此同时 小慧这边也和室友开始彻夜查看硬盘 虽然里面的确有着很多金姐的生活日常 但不知为何 对方最关键的停车库视频却已被损坏 好在经过室友的不懈努力 她还是找到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 那就是原来在案发当晚 老崔的司机竟然和金姐爆发过激烈争吵 结合司机抢走硬盘的行为 这就有可能意味着 杀害金姐的凶手也许就是对方 而还没等小慧将情况告诉老崔 老崔就主动找上了他 原来他调查到 自己曾送给金姐的手表 竟然被人在某网站上进行拍卖 听到这里小慧瞬间开始怀疑 难道是司机盯上了金姐的手表 因此才会在车库将对方杀害吗 很快到了第二次庭审 小慧利用目前掌握到的信息 上来就对司机进行疯狂的质问 在小慧一连串猛烈的攻势下 此时心虚的司机渐渐开始慌了 明室使店找上了评论 最近的 手提供发展通网站的道路 和名门市集会上有 faith 手提供发展通网站的发展通网站 手提供发展通网站 现在是否有所谓的东西 根据司机如此应激的状态来看 显然对方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去杀害菁姐 而就在小慧认为搬回一程时 不料检察官阿昌却出来表示 由于他调查到司机在老崔家工作多年 老崔也似乎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那么这就并不排除 司机很有可能是为了报恩老崔 因此才会打算揽下一切的罪责 眼看这番推断并不能打动法官 于是阿昌表示要将狗幻请出来作证 对方现在手里就有当晚车库的视频 然而令阿昌想不到的是 狗幻却却是掉链子了 狗幻表示自己在路上遇到了点事 需要半个小时后才能赶来 没办法 阿昌只好恳求法官给予等待的时间 而就在这段间隙 老崔立刻找到了小慧 他强烈表示绝对不能让狗幻出庭 让小慧尽量拖住法官 你不愿意证明 你不愿意证明 我确认成统库的阻罪 我相信了 你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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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现在到地下车场上到地上 五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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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吗 你指定是正统库的 虽然小慧始终认为司机就是凶手 但老崔如此紧张和不安的表情 却让他的内心开始产生了怀疑 而此时的老崔也已经抓到了狗幻 他愤怒地要求对方赶紧交出硬盘 并且表示自己任何条件都能答应 可狗幻却对此并未动 没办法 老崔便让手下强行将狗幻拽上汽车 而当狗幻看见赶来的小慧后 于是他立即将手里的优盘扔给了对方 意识到什么的小慧并不想将优盘交出 但愤怒的老崔还是从他手里抢过来 这下小慧更加确信 恩朱的这起命案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于是追求真相的小慧便决定 绝对要让这段视频公之于众 接着他将事情告诉了检察官 两人再给法官耐心地解释后 随后老崔被请到了证人的席位 拥有证人的则判官 裡面我們占你這件事? 投票從事長安放逼送給你的照片 你以後香港有情報酬 在阿昌临时申请的搜查令下 老崔就这样被他们搜出了身上的优判 而优判里面的内容也让众人彻底惊呆 这次的爆装事件是 原来老崔发现了金姐的不雅视频后 怒不可遏的他选择将对方杀害 并且为了让自己逃脱掉法律的制裁 他想到让司机为他和女儿顶罪 虽然老崔声嘶力竭的控诉 但如今在铁针的面前 最终他还是被定为杀害金姐的真正凶手 而恩珠则成功地被无罪释放 可当司机将他接到家后 恩珠却突然询问对方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他虽然并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杀人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庭审现场的视频其实是假的 因为在案发当晚的停车库里 自己根本就没见过父亲老崔 在恩珠的再三逼问下 别无他法的司机只好交给他一部手机 为了能够还原所有的真相 于是恩珠便找到了小慧 希望他能帮忙 两人在打开了手机后发现 里面竟然只有一张定位在泰国的照片 随后两人立即出发去了泰国 根据手机上的定位 他们很快找到了某处隐秘的仓库 但当两人走进去后却彻底愣在了原地 原来这里竟和案发现场的车库一模一样 这下他们才终于弄清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老崔在得知了金姐的死讯后 整日以泪洗面 虽然他非常怀疑女儿或许就是凶手 但为了不再失去一名至亲 他在狗患回到店里的那天就找到了对方 在老崔的再三恳求下 狗患也只好将完整的车库视频给他查看 而当老崔终于得知了真相后 为了能够帮女儿洗脱罪名 于是他便恳请狗患一起帮忙 两人先是去了泰国 接着租下了某处仓库 将这里一比一打造成金姐陛下的车库 最后在当地的夜场里 找到一名样貌和金姐非常接近的女人 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和他们开始了演练 而为了能让这场戏做得更加逼真 于是老崔便还让狗患和司机放出了烟幕弹 目的就是为了做一个铺垫 从而让所有人认定这就是真相 狗患也只想通话 OK 谢谢 此刻恩珠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当他回到了国内之后 立刻就去监狱探望了父亲 老家 你能不能帮忙吗 你怎般 我怎么想要 好生长 更不要 你都不想让你 你不用 我和我繁返家 2024韩国最新丧尸大片 寂静 强势来袭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火 意外释放出军方的试验犬 关押的丧尸犬冲了出来 在大桥上展开杀戮 话不多说 正片开始 网红为了让直播间人数飙升 拍着法拉利 在大雾弥漫的人穿大桥旋车进 此时正值下班高峰7 桥面上车流量极大 网红用一个飘移 赢得了粉丝们送来的大火箭 然而这却引发了一起连环追尾事件 由于大雾遮挡视线 数辆车撞在了一起 造成了交通混乱 赶来的交警 在对象车道报道此事时 不慎被挖掘机砸到前挡风波里 拉有实验犬的军用车察觉到风险后 立刻变换了车道 却不料后方跟随的轿车 被地上残留的一条铁链勾住了车轮 军用车的司机想要用对讲机确认后车情况时 却因没有注意到前方车框 再次发生了撞击 当士兵下车查看时 装有实验犬的后备箱中 竟然变得空无一物 紧随其后的老郑 也不慎发生了追尾 作为从政人员 老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救人 而是打电话通知部长 让他尽快派人来查明情况 顺便控制舆论导向 直到女儿出生提醒父亲要去查看测翻车辆时 老郑这才下了车 等待老郑走出后 测翻车子中的人已经脱困 两个穿着军官制服的男人 正在关心着一个医生的状况 即便对方痛得站不起来 还是在牵挂着前车的实验区 于是两个军官将医生托付给了老郑后 便快速地赶到了前方的军用卡车旁 第一反应便是打开信号干扰器 屏蔽桥上所有的手机信号 只因他们运输的并不是一般的全主 这些警犬经过医生特殊的改造后 变得异常的凶残且狂暴 老郑带着医生坐上了自己的车子后 才发现女儿小金已经偷偷下了车 此时小金发现一只狗子 正在不停地用头撞击护栏 小金看着心生不忍 便掏出了随身的零食 果然劝停了狗子 当狗子在犹豫是否要靠近时 老郑匆忙赶了过来 强行将小金带走了 狗子也在此时转身离开 刺散在各处的狗子们 起初并没有主动攻击人 老郑看到军方要求医生打开系统控制狗子时 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老郑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见到的狗子非同一般 他忍不住质问起三人 却没想到对方不仅不佩服 还将自己靠在了车上 此时拖车司机黄毛 得知大桥上发生了事故 他意识到有钱转后 立刻开车赶了过去 交警率先拦截住了黄毛 他开出了两倍的价格 请求对方将自己的车先拉回去 黄毛立刻爽快地答应了 此时被靠在车上的老郑 看见医生只是下达了一个命令 数条实验犬便立刻狂奔回到了卡车中 此时一个军官穿上了厚重的防丝咬服 在车厢附近等待着 实验犬看见军官后 便发动了袭击 随后军官先行跳入车厢中 引导着狗子们跟随过来 突然医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九号狗子并没有回来 显然他根本没有听从指令 看见其他狗子已经全在车厢中后 医生连忙下达了镇定的命令 军官才保住了一条命 军用直升机很快赶了过来 成功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后 他们就把装实验犬用的狗笼子放了下来 正在忙碌的黄毛 突然发现自己的狗子朱迪 竟然跑向了直升机的位置 医生在准备离开时 解开了老郑的束缚 却不料老郑不依不饶 此时朱迪已经抵达到医生脚边 小金看着黄毛痛苦地呼唤着艾绝 却惨遭军人的拦截时 立刻决定下车将朱迪救下 场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见医生心系失联的九号 一位军官立刻沿途寻找 却发现九号的控制芯片掉了 此时直升机准备带着实验犬们离开 不料九号借助着汽车车顶起跳 突然闯入了直升机的机舱内部 对着驾驶直升机的士兵们发起了进攻 在大家的目光被直升机吸引时 九号来到了车厢中 对着其他狗兄弟们下达了新的指令 盯着控制面板的医生 看到指令错误的提示 只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老郑看到医生有些异常 连忙上前质问 却得知了狗群失控的事情 老郑顺着医生的目光望过去 只见发疯的狗子们 冲破了牢笼的束缚 快速地席向了一旁无辜的路人 一时间公路成为了人间炼狱 还没反应过来的医生 也遭到了他亲手创造的实验群袭击 老郑第一时间赶到了女儿面前 带着他一同逃离 老郑看着挣脱恶犬的医生 躲进了一辆车中时 立刻带着女儿也坐了进去 随后他便准备扬长而去 女儿看到老郑丢下了黄毛和朱迪后 直接拉起了手刹 斥则起了父亲的无情 黄毛在此时看到车停了下来 立刻跑了过来 老郑只好打开了后备箱 救下了被恶犬追赶的黄毛 然而一行人还没来得及逃出大桥 掉落的直升机零件掉在了地上 形成了火海 瞬间拦住了他们的生路 他想要再次发动时 车子却出现了部长 医生在此时突然昏迷过去 生死未卜 老郑只好拿起他身旁的对讲机 试图呼叫救援 不料一只带嘴套的恶犬冲上了前挡风波 此时安全部部长通过下属 得知了大桥上的最新消息 由于军事干扰了桥上的信号 部长根本无法联系到朗正 加上大桥上大雾弥漫 贸然进行救援充满了危险 在日出之前 更是无法派遣救援直升机 只因不久前已经发生了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 部长只觉得头皮发麻 想要下令从海面上进行救援 但是这座桥却海拔70米 加上已经退潮 船只根本无法靠近大桥 部长的心彻底乱了 但是面对记者们的追问 他只能强行保持镇定 事实上大桥上的人在雾散之前 只有自救 才能从恶犬口中拖起 老郑面对站在挡风玻璃上的恶犬 根本无计可施 他只能拜托黄毛去将医生叫醒 好在此时恶犬发现自己打不开玻璃便离开了 事实上有不少恶犬 在围着老郑等人的车子转 试图寻找合适的机会袭击 此时后方大巴车上的幸存者们看到这一幕后 便有人提议去对三人进行施救 司机却觉得太过冒险 并不想伸出援手 此时医生被黄毛叫醒 他吃了一些药片稳定自己的情绪后 终于做出了解释 本来医生只是开发了 对人类声音做出反应的救援犬 但是军方却要求他重新编程 指引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希望他们开发杀手犬来追捕恐怖分子 因此这群回生犬们 被训练成可以识别任何目标的声音 并对他们进行攻击 但是因为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项目被取消了 这次运输恶犬的目的 是为了处理他们 却不料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问题 好在此时部长在对讲机中回应了老郑 部长得知老郑在油罐车附近后 立刻要求他撤离 指引侧翻的油罐车中 运输着有毒气体 老郑仍旧义愤填膺 他想要指控军方和国防部长的责任 却通过部长 得知了一个沉重的消息 由于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批准 因此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需要由安全部承担 突然油罐车发生了爆炸 有毒的气体很快弥漫到了车厢内部 好在大巴车在此时 对他们进行了鸣敌 老郑快速地用车上的水打湿了毛巾 并嘱咐几人捂住口鼻 随后一同从车子中逃离 老郑让女儿先行后 通过对讲机交代部长 一定要派特警部队来 他们需要对恶犬进行围剿 部长也在此时嘱咐着老郑快速离开 桥面随时有断裂的威胁 果然老郑刚在车上坐稳 直升机再次掉落在地上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随后一根根钢索开始崩断 桥面从中间迅速地开始坍塌 大巴车虽然没有陷下去 却被一堆报废的轿车拦住了去路 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 老郑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后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谎称军方在运输 带有狂犬病的疯狗时遭遇了车祸 才导致的这场祸端 看着从政人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底下的无辜民众们还连声附和 逼声忍不住地嘲笑出声 得知一切真相的黄毛 趁机想要威胁老郑 却被他允诺颁发一记爱国奖章 封住了口 只因奖金高达十万美元 好在特警部队迅速赶来 他们通过直升机降落到了大巴车附近 由于没有看到恶犬们 特警们决定先疏散民众 老郑却有些犹豫了 犹豫部长也这么下列 他只能照做 然而当乘客们被疏散下车时 医生却迟迟不肯下来 老郑催促着他离开 医生才肯吐露实情 他表示这些回生犬们 并不是离开了附近 而是在暗处司机潜伏着 但是老郑迫切地需要医生作证 根本不听他的劝阻 执意将人带下了车 由于直升机在附近徘徊 有着一定风险 乘客们下车后 只能跟着特警向边缘走去 一路上有着破损的车辆 以及被恶犬啃食后的尸体 看着令人胆寒 胆小的医生 被吓得当场腿软倒地 还撞向了一旁的轿车 引发了警报 黄毛健壮连忙将医生扶了起来 医生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黄毛身上 他此时迫切地需要 找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来寻找狗子们的位置 黄毛却认为医生在发疯 突然队伍的不远处 发出了汽车的警报声 众人起初并没在意 随着越来越多的车子 此起彼伏地发出警报声 人们才发现 他们已经陷入了 恶犬们的包围圈中 持枪械的武警部队 直接被敏捷的狗子 扑倒在地进行撕咬 一时间人人自危 越来越多的狗子 在此时袭来 老郑看着越来越多的人 被撕咬只觉得力不从心 他一转头才发现 女儿小金不见踪影 老郑着急地寻找小金石 却被一头恶犬扑倒在地 好在黄毛躲在一旁 他的狗子朱迪突然出声 吸引了恶犬的注意 老郑这才得以脱险 他迅速地找到了小金的位置 此时部长发现 特警队已经毫无音讯后 心情再次跌入了谷底 老郑将女儿安置在一辆大巴车中 突然发现对讲机不见踪影 于是他决定再次冒险出发寻找 沿途中顺便将女儿的背包捡了回来 无聊的小金播放起了手机中 曾经录下一家三口的美好画面 躲在一旁的医生觉得太过吵闹 忍不住打断了他 随后医生发现了 通往大巴车车厢中的门后 带着小金一同走了上去 此时老郑和大部队们进行了会合 他看着数量急剧减少的幸存者们 真心得到了浅 此时事态已经完全失控 老郑也只能给大家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 只有医生认定他们是逃不掉的 他对小金解释了原因 外面那条头上带血的九号 是所有狗子的克隆本体 因此九号成为了所有狗子的母亲 为了让狗子变得更加凶残 实验者们会一次次对九号进行残忍的实验 如今九号脱逃后 第一时间就摆脱控制器了 很显然他不是为了受炼 而是为了报仇 九号亲眼目睹着人类一次次杀掉自己的孩子 因此他憎恨着所有人类 等待夜幕降临 老郑带领着幸存者们 举起燃烧的篝火前进时 老郑再次联络上了部长 他恳求部长安排狙击手在桥边狙杀恶犬 部长却担心动静太大 会吸引媒体注意 老郑只能将幸存者们 得知了沉默计划仪式讲了出来 部长这下彻底慌了 老郑带着大家靠近了小金所在的公交车时 却发现附近埋伏着数只恶犬 在老郑等人试图用火把驱散恶犬时 想要打开车门的小金却遭到了医生的阻止 短时间内大家根本无法挣脱恶犬的围堵 黄毛在关键时刻 贡献出了自己在之前车子上顺走的美酒 为大家开拓了一条生路 老郑瞅准机会 将手中的信号枪对准了火焰 一瞬间周围爆发出了刺眼的光亮 小金趁着医生无眼的功夫打开了车门 将大家救了进来 黄毛上车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无良的医生揍倒在地 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随后他用身上的万能钥匙 开着大巴车出发了 此时一心想要竞选总统的安全部部长 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此时一车人的生命 全在部长的一念之间 老郑突然发现部长那边没了回应 而桥面随时都会再次坍塌 于是老郑当即决定 将医生丢出去吸引恶犬 保全一车人的生命 小金却在此时有了更好的方法 那便是为恶犬设置一个陷阱 幸存者们主动打开了大巴车上的车门 并在车门上设置了一个小的机关 随后躲进了大巴的行李舱中 通过监控监视着狗子们的一举一动 等狗子们走进大巴车内 人们立刻拉动机关 将狗子们反锁进来后 他们快速地从行李舱中逃离 然而失去老伴的老先生迟迟不肯离去 老郑正准备继续劝说时 聪明的恶犬们已经找到了通往行李舱的门 他们用嘴巴想要将门打开时 老先生直接伸手再次将门拉上 黄毛发现对方已经有求死之心 直接果断地将老郑拽了出去 随后老先生果断地拉住了行李舱的门 牺牲了自己保全了大家的生命 老郑因此大受打击 当人们抵达救援点时 却发现根本没有救援的人员感 医生通过小金得知安全部部长的名字后 立刻找到了老郑 告知了他一个残忍的真相 事实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安全部部长 他是沉默计划的主导者 这个计划为他赢得了青瓦台的职位 老郑虽然理解当权者的无情 但如今他深陷其中 根本无法苟同 于是老郑决定带着大家进行自救 当他决定利用黄毛的货车离开时 却得知黄毛的万能钥匙 丢在了大巴车上 种种条件都对他们非常不利 突然医生发现 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就掉在了附近 于是他快速地俯身寻找 很快医生再次拿到了电脑 在他寻找期间 其他人也在寻找着自己的武器 随后大家决定听同医生的建议 让医生操控着狗子们进笼子 随后黄毛趁机取回自己的万能钥匙 并用车拖走笼子 穿越火海之中 将狗子们一网打尽 然而他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吸引狗子进笼 老郑在此时选择挺身而出 如今大家横竖都是一死 根本没有选择 他们只能驳出一条生路 令黄毛没想到的是 九号比一般的狗子警惕性更强 他根本没有上人类的道 黄毛抢过钥匙后连忙转身就逃 九号在后方狂追 当医生索要钥匙时 九号却率先冲了过来 将医生扑倒在地 随后疯狂地撕咬起他 即便医生用电击器袭击 都不能阻止九号进攻 当大家束手无策时 桥面再次发生坍塌 对着笼子撕咬的狗子们 纷纷不受控制地从桥上掉落下来 九号见到这一幕后 立刻放弃了撕咬医生 奋不顾身地跑了过去 九号不顾危险的 拯救着被众物压倒在地的狗子时 老郑所在的笼子也即将坠下桥取 他借助对蒋机向女儿进行了告别 准备英勇赴死时 已经失去母亲的小金 却不愿意眼睁睁看着父亲送死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斜坡处 想要对父亲打救 老郑发现不远处就是残暴的狗子 他担心九号对女儿发起进攻 连忙出声吸引狗子注意 突然瞧面再次发生坍塌 重物纷纷砸了下来 狗子和女儿一同消失在了老郑的视野中 好在小金在掉落时 攀住了笼子的边缘 他缓缓地爬进了笼子中 并用牵引的挂钩勾住了笼子 随后收到信号的黄毛开足马力 将父女俩成功拉了上来 他开着货车横冲直撞地闯出了毒气圈 却不料连接的钩子也在此时松动 大货车突出重围后 龙子却不见踪影 大家得救后的喜悦瞬间消失殆尽 不久后龙子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幸存者们才松了口气 桥头上数家媒体对幸存者们进行着实时的播报 安全部部长主动打起招呼 祝贺老郑死里逃生 却不料被对方一拳打倒在地 老郑在逃生中得知女儿并不想出国留学后 他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对着部长背弓屈膝 随后老郑便和医生联合起来 揭露了安全部部长的沉默项目 这场残暴的动物实验彻底接近了尾声 安全部部长只能灰溜溜地逃离现场 然而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 九号和自己的一个孩子 湿漉漉地游出了水面 沉默计划虽然被迫叫停 但他对人类的仇恨却没有终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